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 其中一个措施 就是为清洁工和保安人员提供援助 发放一共一万元的津贴 在疫情下度过难关 不过申请条件充满灰色地带 我们就接到不少保安和清洁工的申诉 陈小姐在启德体育馆的地盘 担任保安一职 明明体育馆属于政府管轄的范围 不过竟然拿不到资助 我们试过问这里的工地的高层人士 他们说我们的工地不符合政府的要求 所以我们不能申请 我又跟我们的保安公司反映过这个问题 保安公司回复给我们 说这个申请不属于他们负责 是属于这个工地的职员负责 虽然他隸属保安公司 不过工作范围就是政府工地 对于申请不了 上头就没有再解释 于是他就从不同途径解决 我有同事曾经发过电邮 给政府新闻署 我自己本人和我几个同事 也致电过区议员很多位置 都是回复正在跟进 因为我们这个地盘有几千工友上班 我是最前线的 每次都要应对工友 交回来的检测棚是让我看的 我是非常高风险的工作 但我得不到政府 给我们这个防疫基金 这个抛那个,那个抛这个 各方都推卸说不是自己负责 难为的只要真正需要 这笔换助金的他们 其实我们做得保安的 当然我们都是低下家层人士 当然很需要这笔钱 陈小姐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在商业大厦任职保安员的Lisa 全因提出外判工 申请同样不得要领 我们这间公司有十几十个保安 和清洁公司 清洁公司都申请不到 觉得很不公平 我就想外判的 我们现在在这间公司做 就是这间公司的物业管理 帮我们申请 但是你要物业管理去帮我们申请 因为我们不是公司请回来 他怎么会帮我们申请呢 是不是 就是等于我们没有这个福利 政府给我们都拿不到 就是他说你们没权申请 是有coda 我都是帮我们物业管理公司申请的 怎么会帮你租客 好像说得难听一些 可以说三拉四拉仔 六轮 你轮轮都没有拿到的 但是同工不同酬的 今天我们同样都是前线人员 政府这样帮我们争取 说用个人命义去申请 但是你看到政府都没有福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内判 就是这样没有希望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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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